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男一 大叔 阿美的老公某罪犯集团的头目 最后死在阿美的手上 男二 秀贤 国家情报组织一员喜欢阿美 最后为了阿美付出了生命 故事开始 一个女杀手独自一人手持双刀找上了韩国某帮派 女子是过关斩将 不管对方人多 用斧子还是手枪都没能伤其分毫 一路杀的是鸡飞狗跳 感觉有整个世界我最强的意思 终于杀到了最后一关 可对方不管有多强壮有多少人 女子凭着两把西果刀都能轻松解决 这么强大的关环就是我们的女一号阿美 而她所杀的呢 正是国家追击了一个月的瓢毛团祸 这倒是给国家省去了抓捕罪犯的力气 阿美这样的人才被情报组织的部长看中 很快就被警方人员控制了起来 当阿美醒来时发现自己在一个陌生的房间 这种感觉有点生化危机的味道 在这里呢 她将会被改造成另一个冷酷杀手 为国家效力 强悍的阿美岂能被这小小的屋子困住 当接受检查时立马纵身一跃 将对方三人放倒跑了出去 可跑着跑着来到了一个舞蹈房 又经过一个厨房间 借着一把匕首挟持了一男子 又来到了一个话剧舞台 又经过了一个化妆室才跑了出去 这到底是什么地方呀 这里的人都在忙碌着什么 将她带到天台的是他们的部长 部长对她说想活命就跳下去 说着部长先做了一个示范 阿美紧追起后 就在半空时部长一枪将阿美射晕了过去 而这一切都被情报局的秀贤看在眼里 她似乎对该女子有着莫名的感觉 带过去的阿美只有一条路 因为她肚子里有了孩子 为了孩子只用活下来 接下来她接受各种学习 很快十月过去了 阿美顺利的生下一个女儿惠恩 在这里她再也不会感到孤单 身为杀手的她各项成绩都比较优秀 很快她接到了第一个任务 因为做任务才会获得自由 但是第一次的任务并不顺利 对方早已埋伏在门后 当阿美进门时就被偷袭了 在对方强烈的攻击下 阿美很快落败 摔倒在地上 就当对方拿着砍刀刺过去时 阿美迅速捡起地上的利刃 刺进了对方胸口 但这一幕被对方女儿看到了 这让阿美回忆起了童年 当时她听从父亲的话躲在床底 却亲眼目录了父亲被杀一幕 之后又被父亲的朋友打说 卖给了青楼 在一次圆交中 被黑帮头目大叔救出 从此阿美走上了杀手之路 在阿美心目中 一直以为 达叔是杀害父亲的杀手 时隔20年 长大后的阿美便找上了达叔 万万没想到出师不力 被达叔一伙埋伏 遭五花大宝 达叔说道 你父亲不是我杀的 那么到底是谁杀了我父亲 达叔并没有说 就在这时 阿美的大叔赶来救驾 这么多年以来一直备受大叔的照顾 心中早已青睐对方 两人很快步入婚姻的殿堂 可惜的是 在第一次都密约时 大叔受到紧急任务 匆忙离开 之后再也没有回来 从手架扣中得知 大叔的死是某黑帮所为 于是阿美孤身一人找到了黑帮 将对方连锅底都给端了 这也就是故事一开始 阿美一人屠杀了整个黑帮的镜头 阿美完成第一次任务后 就以新的身份离开了这神秘的训练基地 住进了普通猪宅区 而她的邻居也是刚搬进来的秀贤 身为情报局的秀贤 主要的任务就是接近阿美 监视阿美 不过她是打心里喜欢阿美 之后秀贤是各种先引擎 送披萨 蓝公交 配购物 送雨伞 哇 这难道是天上送来的男神吗 长年没有温暖的阿美 很快被打动敞开了心扉 两人坠入了爱河 由于杀手本质上是一脚踩在地狱 一脚踩在监狱 虽然是帮情报局做事 难免会有失手 如果自己死了 孩子就没人照过 所以呢 她向部长提出了结婚这件事 部长同意帮她办理婚礼 不过在婚礼那天 还需要执行另一个任务 穿着礼服的她 按照指示来到卫生间 拿出先准备好的M200狙击枪 从抽风机瞄准对面建筑物 四楼的目标 通过狙击枪上的八倍镜 找到目标 可对方那张熟悉的脸 让阿美分了神 只杀死了对方几个挡子弹的 阿美心里清楚 她就是当年那个照顾我的大叔 不是死了吗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阿美非常疑惑 原来当初杜蜜月后 手下带来大叔的死讯是假的 他们就是想借阿美的手铲除某黑帮 但阿美却不知情 被狙杀失败的大叔 根据狙击经验 找到了办理婚礼的酒店 通过监控 视频中的女子如此的严熟 另外大堂经理交代 客人都是花钱雇的 自己被狙击肯定和他们有关 夜晚并找到了他们 借着秀贤接电话的时间 大叔找上来阿美 两人坐下来聊了几句 阿美两眼失顺 却不想相认 大叔知道自己亏欠阿美 两人都没自败的交流 大叔说了一句对不起并离开了 而秀贤和部长的通话 被大叔手下的人给怒了下来 次日并通过花的方式 将聊天信息送给了阿美 阿美听到了两人对话 泪流眼眶 这到底什么才是爱呀 结婚居然只是个任务 阿美此时感觉 关心他的人只有大叔 并按照明信片上的联系方式 通知大叔 有人要暗算他 刚准备出电梯的杀手 就被大叔埋伏好的人请住了 部长眼看任务又一次失败 只好将阿美抓了回来 部长的要求 只要他杀了自己老公 就可以和女儿还有秀贤 过上幸福的生活 两人交谈之际 部长电话响起 对方要求交换人质 部长只好带着阿美前往目的地 没想到半路被对方袭击 车内人员伤亡惨重 部长也受伤晕了过去 阿美被大叔成功救出 临走之际 阿美想带着女儿一起离开 并开车回去接上女儿 刚到楼下只听一个爆炸声 秀贤抱着女儿从高空坠落 秀贤和女儿不幸离开了人世 唯一的生存希望都没有了 阿美心中清楚 一定是部长干的 可当他找到部长时 才真相大白 大叔救自己的同时 另一拨人早已埋伏在阿美家 秀贤一进窝就被对方控制了 等到阿美赶到楼下时 手下立即按下了炸弹 而大叔救阿美 只是为了掩盖事情真相 看到这里的结果让阿美很难接受 原来自己被大叔利用 想借手杀了情报局杀手组织 没想到壁路监控记录了一切 阿美为了给女儿报仇 立马找到了大叔 一见面 两人含情默默 慰问了几句 说完就展开了最后的急斩 从主厅打到了客厅 从客厅打到了窗外 又从窗外打到了公交车上 生命力顽强的他一直努力着 在车上他杀了所有的喽啰 眼看不敌大叔制造车祸 砍掉了驾驶员的手臂 公交车突然侧翻 阿美并没有死 缓缓的站了起来 走到了大叔跟前 带着爱与愤怒 一抚头砍了下去 他就是一个传奇 又一次摧毁了一个黑帮 本片呢 基本是从头打到尾 一部商业片的标准 就一个字爽 看得过瘾就行了 而阿美的身世描绘的太过于凄彩 从小父母双王被黑帮培养成杀手 只是为了加以利用 被情报组织培养 只是为了承奸除恶 最后呢 还是一场空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下载看看 下面神秘区就交给你们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这里是小豆豆说电影 点击关注 不迷路 我们下期受害影片再见 Mua Mua 明天